所以現在我們香港去到應對B.2.75 最重要是你去推動疫苗接種 不是拖慢0加0的推進 拖慢0加0的推進我不覺得對這件事有幫助 反而我擔心市民無所惜從 為何打針無法服償 打針無法0加0 因為現在市民對疫苗猶疑 因為政府不去推動服償 我們接下來那個麻煩就大了 你看到新加坡推動疫苗 去到服償 它就一直重症死亡率越來越低 其實香港我們看到一推服償0加3 其實我們那個剛安就還行一段時間 但是重症一直十級以下 如果看數據和吸納新加坡的經驗 我們在醫學的角度來講 現在是有條件推動0加0